看一下杂技演员 这边的话第一波是找野人啊 这套阵容打那个前的歌剧说实话是真的就是 就是想要去硬打他的一套阵容 他不存在说什么保下限的 这个阵容他就没有什么下限可说 这个阵容他的就是真上限的一套阵容 都是带操作性的对吧 牵制点就一个杂技 剩下的小说家幸运儿都是要来操作你的 待会什么电筒加枪啊什么的可能都拿出来了 对于穷者来讲呢 上来野人被抓外面没有其他博命 其实问题也不是特别大 因为待会比如说前期野人拖住了后面小说家或者谁或者 幸运儿带枪过来保野人上一轮猪 女鬼也不是特别好受 所以我觉得起颜上来抓野人 嗯 这个得追溯到很早以前了 就是 女鬼刚上比赛的时候会出现就是女鬼抓野人 但是在比赛当中我的数据库里面好像女鬼抓野人赢的次数 不都 开局1分24秒 交出闪现带走这个野人 虽然说你闷掉了他们唯一的一个博命点 但这个野人他一旦26这个时间 不知道要多少呀 还好这边幸运儿手里没有枪了 在幸运儿手里有把枪过来 你只能换抓的 就只能换抓这个幸运儿了 小迪老师这边 靠过来好像是为了求稳啊 两个人来就 怎么地得保我们这野人上猪 捞换 保野人 上猪 来撕 这波无伤救人 两人 费两人之力来打了一波无伤救人 加上这边可能这个小说家会选择继续保一手 因为小家在这个地方他帮忙掩护掩护戏本小说其实也可以的 因为这野人一刀嘛 一刀以后下猪就没有什么牵制力了 所以小说家在这边也可以 幸运儿这边的话呢 你打着他一刀有一根针状态一补 整个开局打到现在的话 我觉得有大数据老师已经给到了三跑四跑 加起来都快50了 大老师这么看好MRC吗 我还想说这个局好像穷者保皮面已经有了 带了一个护币 幸运儿这边翻了个护币啊 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幸运儿来讲如果有把枪 那就厉害了 抓杂技 哎呀真的上来抓野人 我们从结果上来看还是有那么一点点 不是那么一点点是两点点或者三点点的难 专门打野刀针对没打到我这刀打到了吗 好像球者还要摸头 传送管机子 那边的话小说家是个满血 你传我 哇真是传我 我本来都没小说的 我还能稀小说 外面起心机子 野人的话开门战还有搏命 幸运儿还能翻箱子 继续翻箱子 这个时候幸运儿再翻把枪出来 这幸运儿开门战 到底谁才是屠夫 小说家小说有了 这边换砸头再继续吸 倒圈圈 呃 四人开门战 四人开门战 期待一下这个残局吧 就是开门战怎么打了 有传送 幸运儿的话呢 目前来看在压机 没有时间去翻箱子 杂技过来 野人贴门 求生指揭冰的话 幸运儿的娃娃应该也是贴了门的 所以说是两边贴门 两边贴门 野人有博命 他们有的东西好多 小说家有小说 杂技这边帮忙拍板子 我们看一下 幸运儿的娃娃好像 摸上是谁在点 不管 反正现在的话 两边门有一边在点 野人的话这边 骑猪 找野人 这个野人 能快速击倒吗 小小小的野人 还在玩 还在玩 哎 我 骑猪很快 绕 绕不到 绕不绕 绕到了 那三跑应该是有了 其他队友的话 已经都直接走了 留下了 开局抓的一个 野人 怎么说呢 我只能说 下次要不换一个抓一下吧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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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